因为硬脚,令到关节移动 接着就会流出一种 可以维持软骨营养 一种叫关节液的液体 于是大川医生和他的团队 就想知道除了做手术之外 还有没有方法可以做出相同效果 最后研究出和推行硬脚这个方法 因为硬脚,令到关节移动 接着就会流出一种 可以维持软骨营养 一种叫关节液的液体 就是这样,不单只可以维持软骨营养 而且可以促进生长 长远来看,总比认为 有令软骨再生的可能 由15年前开始 这个方法就成为有 宽关节软骨和损的病人 治疗的其中一环 九楼米大学最新的调查指出 确认大约有八成病人 改善了他们疼痛的症状 其中一位 有软骨磨损的病人的X光片显示 在两年之后 软骨在关节脑骨内生回出来 接着之后,开始陆陆续续 出现很多病人 因为这种治疗的方法 而令到软骨再生 做的方法非常简单 双脚弯曲成90度 坐在椅子上 脚跟上下这样移动 只是移动宽关节 两只脚一起都可以 就算逐一逐一做都没问题 每天做两个钟以上的话 就会有效果 这样,究竟要连续做多久 这种积脚铃 就可以舒缓到痛楚呢 于是,我们请了被腰痛 或者膝头痛困扰的人士 测试一下这个方法 这次帮我们做测试的 你好吗 你好吗 这次麻烦你了 是,这次麻烦你了 53岁的版本女士 被指出有严重腰痛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宽关节异常导致的 就是这样,她一坐在这儿的时候 可以的话就尽量积脚铃 版本女士一日平均会做 两至三个钟头积脚铃 然后去到第十天 当她打算拿起物件的时候 一直以来一拿起东西 腰一定会痛 这样的?我不觉得痛 你等着 没事 腰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痛 然后连弯低腰打掃都 觉得腰轻松了 果然不是很感觉到腰痛 于是立刻去探望她 你好吗 你好吗 之前觉得腰很重的 但是现在觉得腰轻松了 是这样 当向后咬腰的时候 觉得特别痛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以前她 这样已经很痛 在这里 向后咬了一点就已经很痛 根本就不可能再咬下去 经过十日积脚铃的结果是 麻烦你了 是 到这里也不痛 这样就好了 真的? 很厉害 厉害,真的? 就连子女都下一条 她现在可以向后咬腰了 向臀部咬腰时的痛楚 带带改善了 根据医生所说 在她的情况 因为积脚铃 令很多营养流入软骨里面 结果令软骨 逐小逐小地生出 减少宽关节的负担 而这个 就是有可能舒缓到腰痛的方法 正在十日 积脚铃的确表现出 舒缓腰痛的效果 腰和膝头都没有异样 但仍然医不好腰痛和膝头痛的你 不妨都可以试一下 不妨都可以发生了 底层 往后 我们